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 对人有爱心 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记号 并且我们在教会当中 也常常互相提醒 要有爱心的行为 然而爱心 有时候反而成为基督徒的一个灶门 也就是会有人知道 基督徒应该要有爱心 并且最不能忍受 被说没有爱心 因此经常利用这一个弱点 来对基督徒来予取予求 今天的经文 约翰二书的作者赞许收信者的爱心 同时对于教会当中 可能有人假冒是基督徒的身份 骗取爱心的行为 来提醒要留意 在教会中 确实会遇到这样两种的人 就是对别人有爱心 以及利用别人爱心的人 第一种人 就是会跑来教会 他不是为了学习真理 而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处 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资源 能够让他取用 或者其他人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承担他的需要 于是他就离开教会 甚至在离开前还会丢下一句话说 这个教会的人都没有爱心 这是让人又错愕又难过 第二种人可以说是比较善良或者是不懂得拒绝的人 他们会遇到有人向他们求助 基于爱心跟热心 然后就很容易答应这些求助者的要求 如果刚好是遇到前面讲的第一种人 可能之后就觉得负担越来越重 终于让自己承受不了 结果常常不是不欢而善 另外还有一种人 就是明哲保身 对人也不会有特别的爱心 把自己顾好就好 当然不能说他没有爱心 因为他深知事到人心 不愿意自己再次被骗受伤 这就是主耶稣说的 因为邪恶泛滥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 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 基督徒要有爱心 更需要有智慧 要能够愿意帮助别人 在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 同时要能够洞察 什么是对方真正的需要 我们都知道上帝爱我们 但全能的神 他也不是照着我们所有的祷告的清单 一件一件的为我们来完成 因为他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 更何况我们不是像上帝一般的全能 我们更没有办法去满足别人所有的需要 但上帝会赐给我们智慧 使我们的爱心 能够使人真正得到帮助 让主耶稣因我们的爱心 而赞许我们 并且赐更多的恩典 给他所喜悦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